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33bulleting 我是张满 英国的国王查尔斯三世在白金汉宫与新西兰黑绝女子橄榄球队的成员合影 而期间呢 球队的成员对查尔斯进行了拥抱轰炸 国王表示被挤来挤去感觉很有趣 而且这个拥抱非常的治愈 还对团队在奥运会期间取得的优异成绩致敬 在本周末呢 黑绝队将会与英格兰队来比赛 查尔斯称 要支持哪一个队可让他左右为难 仍然希望球队能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因为身体的原因呢 查尔斯不能在10月下旬前往新西兰 他对此表示非常的抱歉 同时呢 还让球队的队员呢 对新西兰人转达他的爱 查尔斯还对上个月毛利国王去世表示哀悼 对其突然的离世深感悲痛 最后呢 查尔斯给黑绝队的球员建议 希望他们能够珍惜在球队的时光 因为青春短暂 一切都比想象中过得快 今天 新西兰卫生部长上RETI公布了 政府实现五项医疗系统优化目标的实施计划 今年早些时候 新西兰政府提出了 包括缩短急诊停留时间 减少看妆科医生和接受治疗的等待时间 提高儿童免疫接种率以及加快癌症治疗速度五项目标 具体的实施计划包括了增加公立医院病床和手术室的数量 利用私立医院容量 分离急症护理和计划护理 为癌症治疗提供新的放射设备 在主要医疗中心扩大肝细胞移植 并关注等待超过一年的患者 开设社区输业中心方便化疗患者就进医疗等等 部长表示 卫生专员已经确认 只要摒弃浪费性的支出 就可以在现有资源内实现这五项目标 目前 政府在卫生医疗系统方面投入每年约300亿纽币 9月11日晚上 在怀卡托一号国道阿提亚牧里以北的高速公路旁 一辆汽车着火 紧急服务人员在晚上的7点左右赶到现场 火被扑灭之后 前排的座位发现了一具尸体 警方目前正在确认起火的原因以及死亡人员的情况 阿提亚牧里是位于逃坡和鲁鲁鲁瓦之间 警方希望昨天下午6点左右在该地区附近的民众 如果看到过一辆黑色陵木雨宴汽车 能够主动提供线索 可以拨打105与警方联络 亚马逊米高梅电影公司宣布 新电影的Riking Crew 破坏者 将会从10月份开始持续几个月的时间 在新西兰的奥克兰进行拍摄 据了解 电影将会由屡获殊荣的电影制作人 埃及尔·麦努埃尔索托来指导 演员的阵容包括了海王杰森莫马 银河护卫队的代夫巴迪斯塔 他们俩将会饰演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 一个我行我素的警察 另一个是纪律森名的海豹突击队的队员 在20多年的不合之后 他们必须共同努力来解开他们父亲 在夏威夷被谋杀背后的阴谋 该电影的拍摄是在《指环王》三部曲之后 在新西兰海岸拍摄的最大制作之一 将对奥克兰的旅游业和当地的经济 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散散不累停》 我是张满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